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 上週三遭到判刑10個月 在獄中度過24歲生日 9日周庭向香港高等法院 提出保釋等候上訴申請 法官在聽取陳辭後駁回 拒絕保釋 周庭自上月23日還押至今 已經17天 周庭通過律師表示 對結果感到失望及遺憾 並稱目前身體狀況欠佳 未能完全適應獄中生活 並呼籲眾人持續關注其他再求人士 針對中共不斷侵犯人權 和侵害香港自治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本週繼續追究其責任 將14名中共人大副委員長 全都列入制裁名單 華爾街日報8日報報導 蓬佩奧警告企業領袖 作為全球貿易和金融中心的香港 將被美國以對待中共的方式 同等對待 華爾街日報說 蓬佩奧表示 有企業高層向他抱怨在中國被坑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在貿易衝突後 將繼續面臨美國的關稅威脅 川普政府也已警告企業 在中國面臨的風險 包括被北京制裁 新突然野的電視 葉恩傑編譯